鄭家副先生,對於這次人大釋法,你有甚麼條例 我自己覺得人大釋法這麼多次,明顯這次是最嚴重 因為基本上可以等同與香港立法 如果日後我們立法會議員反對23條 他都可以說哪一個反對23條就可以DQ你了 所以香港人選出來的立法會議員 只要是跟人大的常委他有不同的看法 日後他都可以說你這班議員是不適合做香港議員 所以這個是很奇特 我們作為法律界是不能夠坐以待斃 不過當然我們都明白我們很無奈 因為始終人大他說他有這樣的權 他是有這樣的權,但是不是應該這樣用 還有是用得是不對 所以我們一定要站出來